热血高效漫画结合电影人物实力排名前30 第25位钢铁肉体明海大我 明海大我所属势力杀手集团凤仙 明海乃是凤仙的一代掌门人 他凭借过人的实力与魅力在凤仙开创了一个名为明海的时代 相比较他的实力他的魅力却更加令人幸福 虽然他所率领的凤仙败于林莱 但是他却让因为真起雄惨死而支离破碎的凤仙重新复活 其实按照他在电影与漫画中表现他的排名可以更进一步 但是因为金王有着凤仙历史最强掌门人的设定 所以他也只能暂时排在这里 第24位武装五代目武田好成 武田好成乃是暴走足武装战线的第五代头领 他算是历代武装头目中最为亮眼的存在之一 在他接手武装的时候武装仅有三名成员 但是他却带领着武装重新走向了巅峰 在他接手武装后先是提携后背发展成员 随后战金王灭甲匪将知名度提到了巅峰 但最终却因为疾病提前退隐 被23位凤仙最强掌门人金王 在金王一年级的时候便击败 美藤三兄弟中的老三美藤秀信 成为凤仙最为年轻的掌门人 而且他还是作者公认的历代凤仙老大中最强的存在 虽然他名为最强但是他的战绩却有一些可怜 一年级的时候被认真下的黑坟总长布鲁青棕鸟杀 与武装七代木村田将武打成平手 在其三年级的时候又与琳兰狂犬打得难解难分 所以他这个奉献历史最强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 而他在毕业后竟然成为了一名医生 第二十二位二代黑坟总长中岛姓柱 中岛姓柱所属势力黑坟联合 他乃是黑坟创始人布鲁青定的接班人 与琳兰的折顿奉献的金王武装的好成同为护亚流第二代四天王 在其一年级的时候便能将没有认真的春道打得口鼻喷血 虽然被认真吓得春道秒杀 但是还是得到了春道的认可 本来他因带领二代黑坟走向巅峰 但是他却因为家庭斩旋离开了此地 而黑坟也因为他的离开名存实亡 第二是因为热告一株河内铁生 河内铁生武装战线的第六代头领 他虽然不是武装史上最强的头目 但却是最有魅力的存在 铁生的一生如流星划过一般 虽然短但却十分耀眼 在他加入武装后 仅凭借一年便从昔日的狂妄少年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领导人 在他心中他的兄弟就是他的家人 可惜如此优秀的男人 却因为一场车祸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岁 如果他没有姻缘早逝 他的实力可能进入前十 必定他可是九里虎最为看好的后辈 继续 继续